支持徐曉星 勇敢向前行 加油 林北來林北去 這個東西怎麼會 今天有媒體問我 我說他如果是林北 我就老娘了 老娘還客氣啦 林北是很粗很粗的話 我是你爸爸 他的意思是我是你爸爸 說這樣子 老娘沒有說我是你媽媽 完全不一樣 簡直是莫名其妙 跟他一點也不重要的 一點家庭的私事也拿出來放大 徐曉星打到民進黨的痛處了 詐欺集團簽不上簽穿搭 穿搭簽不上簽操帶 操帶簽不上簽泄密 民進黨可以千山萬水到處簽 徐曉星不怕啦 我說實在話他心理素質強嘛 但是今天弄到人身安全 我真的是沒辦法看下去啦 其實我是不想回復馬戲團的 在臉書上寫說 要怎麼看到徐曉星裸體 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噁心 而且惡劣的行為 剛好是民進黨這個全黨對我公益人的30點滿月 而且你說徐曉星告不成 外交部告徐曉星才告不成 我算了一下 是被綠營攻擊的滿月 所以滿月的話我們是一個 對對對我昨天還想要買 迷月蛋糕送大家 我就被滿月久了 可是我想說我沒有生小孩 送人家迷月蛋糕好像很奇怪 進行外交部 林北給你滿 林北來 林北來林北去 這個東西怎麼會 今天有媒體問我 我說他如果是林北我就老娘了 老娘還客氣啦 林北是很粗很粗的話 我是你爸爸 他的意思是我是你爸爸 說這樣子 老娘沒有說我是你媽媽 完全不一樣 就是陳啟和史文的外交部長 把這個 把初屬的文化當做他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這個意志的執行 這個是我們整個台灣 中華民國的外交文化的墮落 這個實在是很悲哀啦 而且而且居然滿朝的官員 沒有人敢對外交部的吳釗燮講 任何一些的說不妥的話 那各位可以想一下喔 他現在知道國安會當秘書長 所以我今天特別的質詢就是 那這樣子以後他如果公文去講 林北要你這樣做 你做我敢想 各位全世界的外交部大概 吳釗燮是第一人 這樣把這個這麼粗粗的文化 這個怎麼說是台灣的民主的驕傲 好笑 現在好像越低俗越粗俗 好像越接地氣喔 這是 這是對於接地氣的侮辱 你知道嗎 真的是對接地氣相當的侮辱 時間到了喔 好我開始喔 那各位好朋友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還有我們各位立委各位議員 今天主要就是大家聚集來一起來支持許小欣 我們支持許小欣 支持許小欣 來支持一下 支持許小欣 支持許小欣 勇敢向前行 勇敢向前行 支持許小欣 勇敢向前行 勇敢向前行 好請坐請坐 主要啦喔 這一個月啦 他剛剛也講一個月啦 這簡直是莫名其妙 那跟他 一點也不重要的 一點家庭的私事也拿出來放大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許小欣打到民進黨的痛處了 打到民進黨的痛處 所以民進黨從民進黨 從他的民意代表 從綠媒 到這個側翼 無所不用其極 這樣來圍剿他 政治可以搞成這樣子嗎 別人家家人 都去羞辱人家 讓他們家人一點隱私也沒有 政治可以這樣子嗎 事實上從馬文君委員 到許小欣委員 都用國家機密法 來 來這個 來怎麼講呢 來處理 來排斥 來抹黑 那真的想要揭發 這個不當的 這些國家政策的委員 國家機密保護法 我去看 這是他的第五條 第五條怎麼講 國家機密之核定 應於必要之最小範圍內為之 就是你不能夠擴大嘛 你要在最小範圍 在不得不把它列為集機密 這個機密 才能夠 絕對機密 才能夠把它列為機密 而且核定國家機密 不得基於下列目的為之 注意喔 不可以喔 第一 為隱瞞違法或行政疏失 第二 第二 為限制或妨礙事業之公平競爭 第三 為掩飾特定之自然人法人團體或機關 之不名譽行為 第四 為拒絕或延遲提供應公開之政府資訊 你不可以為了這四個來核定 絕對機密 集機密或機密 我看喔 許曉青的這個 我們捐款給烏克蘭一千萬美金 要經過捷克轉 其中三百萬 這到台灣買東西 這四條都 都複合了啦 這四條都複合了 要隱瞞違法或行政疏失 要限制妨礙事業的公平競爭 本來你到底講三百萬美金一億 只要公開招標是公平競爭 你也違反了 你怎麼可以自己去議價呢 你到底跟誰買的 供不給我們聽聽看啊 然後呢為掩飾 特定自然人法人團體的不明於行為 第四為拒絕或延遲提供 應該公開的政府資訊 這四條都違反了 所以你跟我講機密 你那叫什麼機密啊 所以呢我們看整個國家機密保護 我現在的 我想我們的策略應該是這樣 就是說 你用什麼法來辦人 這個法不合理 就修這個法 就最直接嘛 比如說你現在不應該核定為機密 你把它核定為機密 後面罰則加一條就好 它的罰則最重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都是洩密的 洩給中共 洩給這個 洩給那個 洩給那個 加一條 違反第五條的公務員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就是你不應該核定成密 你把它核定成密 誰核定 我就要告你 你就濫權 你就要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比如說許小心 就可以去告外交部 說這個人不應該密 他把它核定為密 那檢察官就要展開調查 整死這個公務員我告訴你 你不知道檢察官一開始啟動調查 那個人的痛苦 真的是上窮必落下防權整你 你可以這樣整別人 那你這公務員就小心 我真的想這邊問外交部 你一年到底你的公文 多少是密的 或是密等以上的 你到底有多少 民進黨把那個 不應該當密的當密的 真的慶足難輸 蔡英文馬上下台了 他的論文還是密啊 他的案件升等還是密啊 大家覺得這合理嗎 我們都不能討論 討論就是洩密 這什麼話嘛 對不對 所以民進黨就用幾個 現在用幾個 第一個用國家機密保護法 第二用兩岸人民關係條理 第三用反滲透法 來整 這個反對他的 或是在野的人士 所以我覺得這三個法 一定要徹底的來把它修正 一定要好好的修正 事實上我已經委託 法學專家跟律師 對三個法仔細的研究 到時候請委員們提案 就修正 沒有什麼囉嗦的啦 就是你不對 你想要根據 比如你要跟兩岸人民關係法 去辦那個 范立達把人家判有罪 范立達大家知道吧 你們新聞同業 對不對 那我就修嘛 你兩岸關係法 不能夠代理大陸的什麼 影視媒體 為什麼不能代理 大陸影視媒體 台灣就不能代理 這條修掉就好啦 反勝頭法 多少基層村里長 現在還在那邊被檢察官 約談起訴 嚇得要死 我去選舉的時候 他們說 本來里長要出來 在街頭上揮舞 因為他昨天被檢察官約談 說到大陸去訪問 不敢站出來 這是寒蟬效應 可以這樣子嗎 所以我是覺得很可惡 那基本上 你看民進黨等於是 整個結合起來打擊 許小青 那個時候打擊麻文具人 這樣打擊 所以我覺得以後藍軍 不可以這樣 不可以單打獨鬥 這個東西一定要團結起來 你如果亂整 如果說你罵得對 台人沒話講 如果你罵得不對 你亂整 你這樣動員 所有的力量來圍剿 我告訴你 藍軍會團結起來的 會集結起來 會團結起來的 這點呢 我覺得要正告 民進黨這些側翼 民進黨這些綠媒 還有民進黨這些 這個明代 不可以這樣子 總有個限度 總有個限度 所以我很簡單的 今天也謝謝大家來支持 因為其實我們這個 昨天才想到 說應該大家結合起來 這麼久還在打 然後跑到附近 怎麼翻信箱去照相 所以昨天下午才開始 這個聯絡 那比如台中的委員 今天都不能來 因為陳建仁到台中去視察 所以台中委員 今天都在台中 本來我們說 那麼延遲一點 我說不行啊 我三點要錄影 所以不行 那又說早上可不可以 早上可能媒體比較方便 那早上委員會再開 也不行 那馬文君 那高金委員 我知道今天都在主持 輪值主持 這個他們的這個委員會 但是也都抽空 趕來了 那議員們也都趕來了 那淑慧本來也關心這個事情 但是淑慧因為 有別的節目要上 剛好也是兩點 所以很多原因 很多委員都想來 但是因為各種各個的原因 所以沒有辦法來 但是來的人 在短短的不到半天之內 就已經大家都集結了 我也非常感謝 這也顯示我們團結的力量 好不好 就像上次馬文君 那戰鬥人就支持他 什麼洩密 洩什麼密啊 這叫洩什麼密 潛艦一收 那麼多的錢 五百億 對不對 八收四千億 大家都不能問 問都不行 你民進黨 國家機密保護法 機密不是民進黨的遮羞部 你不能用用機密 然後裡面幹了什麼 各種壞事在裡面幹 不是你的遮羞部 這個遮羞部要掀起來才對 好不好 我就簡單跟大家報告 為什麼今天召開這個會議 好 謝謝 謝謝 許小欣 監督民進黨 很用力 你們很討厭他 詐欺集團 簽不上 簽穿搭 穿搭簽不上 簽操帶 操帶簽不上 簽洩密 民進黨可以千山萬水 到處簽 人 許小欣不怕 我說實在 他心理素質強 但是今天弄到人身安全 我真的是沒辦法看下去 心理素質再強 許小欣 你今天一群綠營的人 在那邊圍在他家門口 都是對他有仇恨 有敵意的人 許小欣你心理素質再強 有用嗎 出了三長兩短人生意外 我要問今天你民進黨 負起這個責任嗎 一個女性的國會的立委 住在老公寓 家裡連警衛都沒有 媽媽也住在那邊 然後在那邊去住家直接騷擾 扯什麼 我們曾經有人到賴清德賴皮寮拍照 賴皮寮人家是特勤警衛 賴清德沒有住在裡面 他是觀光景點 賴清德 我不期待今天民進黨這些人 你身為總統當選人 你沒有一個高度站出來說 拜託大家 停止騷擾許小欣 停止騷擾他的家人 停止到他住家 製造他的人身安全嗎 賴清德你沒有這個高度跟格局嗎 你將心比心吧 以前你民進黨有個戰力軍 被打耳光我羅志強站出來譴責 那我羅志強被民進黨的巴後腦勺 你民進黨全部安靜 在臺北地檢署前面 被民進黨支持者直接往後腦勺打下去 所有媒體記者拍到 民進黨全部拍手叫好 這是什麼樣的雙標 我們用將心比心看待 也請賴清德用將心比心看待 最後我要跟賴清德說 你現在很在意說總統就職的大點 大家去不去 你說在野黨要有風度嘛 要有氣度嘛 要有高度嘛 對不對 要去嘛 可是今天我想問你的國安會秘書長 有對國會展現高度嗎 你今天所有綠營的朋友 有對徐曉星人身安全展現一點點同理心嗎 同情心有嗎 兩個將心比心沒有那麼困難啦 賴清德總統當選人站出來講個話 呼籲不要再騷擾徐曉星的住家 不要製造人身安全 沒有這麼困難 拜託你賴清德 謝謝 謝謝大家好 其實今天不只是來幫曉星加油 是幫台灣加油 在這段時間 其實我們常常看到 尤其曉星這個事情 他除了他個人 還包括他的家人 或者整天有人到他家裡去拍攝 然後甚至都可能會有一些傷害的行為 這個在我們一般 我們對其他的我們不認識的人 如果他遭受這樣的對待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覺得不可能發生 在我們台灣這個社會上 可是現在我們大家公然 讓他不斷不斷每天每天不斷的發生 而且還變本加厲 之前還有很多人到我的家裡前面去 沒有抬關那個不是關那個是潛艦 所以當時很多我們地方上的人 他們會覺得你是親問大 我們今天如果該受公平的 我們應該要被什麼樣子的法律約束的 這個我們都可以去承受 可是當你危害到我們自己的家人 或者一直到人家家裡去做這樣的騷擾的時候 這不是我們台灣這樣一個 我們口口聲聲說民主自由 我們一直說我們在一個很安全的環境 可是是嗎 今天只要你不喜歡的人 只要你想對付的人 你可以用盡各種手段 這是今天我們要站出來的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你只要依法 台灣如果是一個法治的國家 你只要依法大家都可以接受 可是你在衍生出來的 而且運用各種力量 各種工具各種手段 不斷的想要把人打成 那個不只是要置人於死地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應該在台灣一直滋長下去 這是我們要站出來的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第二個機密其實不是被拿來當成掩蓋不法的工具 從過去到現在已經很多的例子 不管是雞蛋也好 不管是疫苗也好 很多很多還包括論文 都用機密包裹 顯見是最大的 當然他有很多可能在需要保密的情況之下 他被列為機密是應該的 可是當他有不法的時候 他應該就不法去針對 而不是用機密來包裹 然後大家都不可以說話 大家都不可以質疑 今天我們身為立法委員 我們的職責就是監督 我們會受法律很多的制約 可是我們還是一樣 一定要監督這個政府 因為他花的每一分錢 都是我們所有人的納稅錢 當他在罰我們錢的時候 你越個線轉個彎 他罰錢是不眨眼的 他就科技執法 你該付的都要付 可是我們付出去的 大家都是我們的稅金被怎麼樣的用 或者甚至如果被不法的 或者甚至有貪賬枉法的行為 不能監督嗎 我想應該要把它分得很清楚 機密絕對不是用來掩蓋不法 他們已經用得很習慣了 如果這個沒有辦法去突破 我想他還會持續的發生 我們台灣沒有這麼多的機密 我們要的是能夠走出去 要的是讓台灣更好 這才是我們應該要努力的目標 好 好 支持徐小心 支持徐小心 勇敢向前行 勇敢向前行 支持徐小心 支持徐小心 勇敢向前行 勇敢向前行 小心大家很加油 好 小心 加油 小心 加油 小心 加油 加油 我常常私底下 在立法院碰到他 我就問他 最近心理狀態還好嗎 他永遠都笑笑的跟我講 很好 沒有問題 那這樣我們就放心了 沒有 這個凡殺不死你的必 使你更加強大 我們都跟你同在 小心加油 勇敢向前行 當然我覺得也是深遠我們自己 為什麼 因為外交部如果說可以用這種方式 去打壓一個立法委員合理的監督 那我覺得其他部會也會有央學一樣 那這個政府就會變成非常的壓霸獨裁 所以其實我們出來也是為了捍衛民主 那我覺得吳釗燮真的不適格啦 他以一個所謂的什麼魔法部的吵架王 在那邊洋洋得意 但他算是吵架王嗎 我覺得要會吵架的人 還需要具備幾項特質 第一個 你必須要有料 第二個你要有邏輯 然後再來就是你反應要夠快 可是我看吳釗燮跟徐小心 所謂的吵架那個場面 就只是瘋狂跳針嘛 對不對 只是不斷的在講說 告我藐視國會 告我藐視國會 這需要會吵架嗎 這只要會補屁就好了 好不好 你只要記得一句話 然後到了背巡台 不斷的重複 這也可以稱為吵架王喔 難怪人家封他吵架王 他會這麼高興 原來一個草包 被封為草包 草炸王 都覺得是莫大的榮耀 真的是很可悲啦 我覺得很可悲 尤其是他還是外交部長 外交部長應該是那種 最懂國際禮儀 出去代表中華民國 結果是一個痞子 覺得自己每天走在路上 走路有風 因為是吵架王 所以是太可悲了 那他做的動作 告許老欣也是非常的 讓人家覺得非常的搖頭 那剛剛大家都講了 就是說我們認為說 這個所謂 所以許老欣揭發了這個文件 根本就不應該是秘密 那外交部自己也不認為 這是國家機密嘛 所以他才用公文書的公務機密 來認定他嘛 所以許老欣完全沒有泄密的問題 那我們應該要打破的是 這個亂七八糟體制 為什麼公務人員 可以隨便把他不想公開的東西 都列為密件 我今天早上在教育文化委員會 我也問高教師長 我問他說為什麼 蔡英文總統的升等論文是密件 我問他法原依據是什麼 這根據什麼法例 他一開始自私物語講不出來 然後後來又說什麼個資法 我是不知道 那個論文裡面有什麼個資 裡面是有他照片還怎樣 不想公開 我不知道啦 然後後來他跟我講說 什麼審查過程是密件啦 但是論文有公開 奇怪我以前為什麼 大家都不知道是哪一本 為什麼忽然間他又說有公開 以前大家都戲稱說 蔡英文的升等論文 比42張進還難找 那為什麼又有公開 那為什麼又有公開 所以很奇怪 就說感覺上列為密等 這件事情是 行政機關為了掩飾 不想讓大家知道的一個工具而已 這個其實是侵害到民主 侵害到公開透明 侵害到就是開放國家的這樣的一個理念 所以今天大家出來 聲援學好心 然後也是聲援民主 我們要捍衛我們自己人民的權利 不要讓這個政府越來越壓壩獨裁 謝謝 原來那個鬼鬼祟祟的人 就正式無良公關 再來 在他的臉書上面 有兩次以上說要來我家 其中一次他說爬完山之後 要直接去徐曉欣家 另外一次是PO了四茶貓臉書上面的 我的信箱的照片說等等要去 另外一張照片是他沒有說是誰拍的 那四茶貓那裡是寫網友提供 所以是不是他不知道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他跟騷的紀錄 至少有兩到三次以上 再來我們去看他的IG 全部都是我的照片 如果各位去看的話 會覺得非常的噁心 我今天穿什麼衣服 我今天帶什麼項鍊 我今天背什麼寶寶 幾乎全部都是我的照片 非常噁心 連當時做筆錄的遠景看到都嚇一跳 所以他是完全在跟蹤 就跟騷我這個人 所以他絕對有符合性與性別 這樣子的一個要素 所以我才會以跟騷法這一條去對他提告 那其他奇奇怪怪來來玩玩的人 那是他的人生自由 那再來我要講一下 其實我是不想回復馬戲團的 可是我覺得既然今天是我的住家空間 為什麼我要畫一條線是70公分 我不能靠近 我如果今天沒穿衣服 不能靠近我的窗台70公分 否則的話被拍到是你活該 我覺得這個在臉書上寫說 要怎麼看到石草心裸體 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噁心 而且惡劣的行為 那你們特意要繼續這樣做 歡迎 所以呢這些馬戲團他們說 要在5月18號借我家門口的路權 我完全沒有任何的意見 你們想要搞就繼續來 我徐曉昕不怕你霸凌 不怕你羞辱 不怕你攻擊 因為我們深圳不怕影子邪 而且我也從來就不是那種會懼怕霸凌的人 所以今天是民進黨攻擊我滿30天 剛好是民進黨這個全黨對我公益人的30天滿月 所以我才準備了這個乖乖桶 等一下大家一人拿一桶回去 我光聽我都覺得很噁心 很噁心 這人在幹什麼 這人在幹什麼 我就覺得真的是很噁心 而且你說徐曉昕告不成 外交部告徐曉昕才告不成 我本來還以為他是按照 國家機密保護法的機密 現在聽他們講是按照公文程序的機密 就算按照國家機密保護法的機密都告不成 更何況是行政院自己搞的那個機密 文書 我覺得以後真的應該規定 什麼外交部的機密 我告訴你 絕對機密不應該超過五十分之一 整個公文書 我在想五十分之一就很多 絕對機密 集機密不應該超過二十分之一 然後機密不應該超過十分之一 你的十分公文就一分之機密 這就很嚴重了 怎麼可能是那麼一大堆機密 國家有在後面給我拿那麼多機密可以講 真的是很奇怪 我清了那些廣告傳單之後 他們還是會在丟 所以乾脆就一直放在那邊把它機滿 這個每一個人的想法 我這個人的想法就是比較怪 那你也不能說因為我今天想法怪 你就質疑說我沒有住在裡面 那但是我覺得在那麼亂的信箱裡面 可以找出一張都更說明會的這個空白的書 那我覺得他大概是翻了我的很多的信 才找到那一張之後然後拿出來拍 那我覺得這個行為是非常不可取的 所以我們目前有在跟相關的電視台的新聞部來做聯絡 好